大家好,我是Aren,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PS基础课程 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讲到了HPSCL 我们讲到了这个CL的一些创建表 包括如何创建一个表空间 如何创建一张表 以及如何向表里面插入记录 包括如果去查询这个记录 那么表创建好能够 如果说我们要去把这张表给删除 怎么办呢 这个怎么操作呢 我们这时候来继续学习这个希尔命令 那如果说你要删除一张表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你要去删除一张 这个MathTable这么一张表 那怎么去删除呢 那我们去敲Help 不会的去敲Help 如果说你已经记录了命令 你就不用去敲了 对吧 那我们可以看这里面这个 Job 是吧 那我们学的关系数据锅里面 知道Job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先敲个Job 看看他怎么去操作 Job 然后呢 他说Job这个表明就可以了 对吧 Job name Table 那我们接Job 表明是什么 表明是我们这个 我们看他会出现什么提示 这个时候 他会告诉你 你如果删除一张表 你必须给他什么 Disable 把它给坚持为不可用 然后你就可以删除 那么这个Disable 他又怎么去用呢 我们再来瞧这个Disable 去敲Disable 这时候呢 他又给你提示了 Disable这个表明 或者说这个代表空间的表明 那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了 如果说我们删除一张表 那么你必须第一件事 先把这个表给Disable 然后再执行Job 那我们按照这个思路来 那么Disable 把这个MathTable 好 Disable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再去看一下 历史看一下 这个Math 这个Table还在 对吧 那我们再Job 这Job 我们再看一下 这时候号有没有 好 这时候呢 这个表已经删掉了 我们抄List来看一看 好 这个表已经没有了 是吧 这个表已经没删掉了 那么如果说 现在我们学会了 这个创建表 删除表 也学会了 也学会了这个插入数据 那我们 也学会了查学数据 那我们再把这个Screen 再来练习一下 是吧 Table 01 没这个表 这个 这个 TAB 01 好 有了增加 有了这个查询 那么增删改查 修改怎么办 我们求求Helb看 有没有Update 这个命令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它居然没有Update 它居然没有Update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里面 没有Update 这个里面 也没有Update 是吧 Count Delete Delete Get Put Screen Trancate 那没有Update 那它Update 这怎么办呢 其实这是HP是一个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因为它这个时候 把数据 是刷新到 这个 缓存里面去的 所以说 你如果需要Update的话 你就再Put一家 同样的指令就可以了 那我们去看一下 那如果说我想把这个 Name改成这个什么 改成Math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操作呢 我们仍然去使用Put Put哪个表 Table 01 哪个Rookie Rookie跟它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列足 和列 也是一模一样的 那因为 为什么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过了 它会通过表明 这个Rookie 列足 和列 来定位一条 Value 定位一条Value 那比如说 这是我们改成这个Math 我们同样是Put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 你再去Skin一下 你看看它会是什么数据 发现没有 发现它这个已经改掉了 是吧 那我们再举个简单一样 说A 那我如果说我再去 同样的 我这个Name 我敲错了 我改成这个什么 我改成A 年龄 那这个时候呢 会是什么呢 我们再看一下 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表明一致 如K一致 列足一致 列不一致 直不一致 我们看看自己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再 它还是它还是一条记录 只不过什么 它只不过 增加了一个例 增加了一个例 这个就是HVS1特性地方 那么我们学会了增加 对吧 我们学会了这个 增加不同的这个数据 那么我们 再去增加一个 如果这时候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Rookie给它换一下 我们再换 再加一个 好 我们再来查询一下 发现有三条记录了 是吧 那这两个呢 虽然说它Rookie是一样 但是呢 它的这个 列不一样 那这两个Rookie不一样 列是一样的 没问题 那么我们怎么单独去取一条数据呢 怎么单独去取一条数据呢 比方说我取这个Rookie等于2的数据 这怎么取呢 那我这个skin啊 都是 直接查出来了 我如果说我去取这个 Rookie -2这条数据怎么取呢 我们通过get命令 那get命令怎么敲 我们再看看这个 它的帮助啊 再看它的帮助 你不会 你就看帮助 那么get里面它有了 这里面有了 这个什么 表明 这个列啊 Rookie 那table01 Rookie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Row-02 Row-02 这时候呢 这个记录就出来了 是吧 这个记录已经出来了 好的 那么我如何去把这个啊 这个03 这个记录给删除 啊 那我们去敲 delete delete后面整理是什么 我们仍然不知道 没有关系 我们拆帮助文件 我们拆帮助文件 拆帮助文件 啊 delete 那delete这个表 是吧 OK 列啊 那你可以去拆这个Rookie就可以了 那我们 delete 是吧 表示吗 table table -01 0 5 -什么 -03 啊 我们敲这个啊 他给你又给你提示了 说 哎 这个 参数还是少了 对吧 然后呢 他你后面带什么 带一个 列 组下面的哪个列 你要给删掉 对吧 我们把A给删掉 好的 我们再来skin一下啊 table 01 好 没有了 对吧 那么我们就 就可以根据这个帮助文件 我们就得到了 如果说你是删除 删除一个数据 我们再把这个啊 这个 name这个给删掉啊 Row -1的name给删掉 那 delete 对吧 表明你删哪个表 我们删table-01 你删这个表的哪个Rookie 那我们删Row-01 那么你删除这个表的 哪个列读的 哪个列呢 我们可以去敲 F 列读 F的这个 name这个列啊 好 删掉了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啊 删除命令呢 也学到 也学到了 我们学会了真删改 对吧 学会了真删改 学会了删掉表 那么大家想想这个 效命令是不是很简单呢 对吧 我们只要会 只要会去敲这个help啊 就能 去敲这个 效命令呢 那我们再去看一看 他这个管理命令啊 管理命令 比如说我这个时候呢 我去敲一个什么 我去敲一个 states 我就看看我的服务器状态是什么 那我们就直接敲 我们看到有两个server啊 有两个server啊 有个死 没有个死掉的啊 那我们可以敲一下我们这个版本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啊 版本是什么 这是0.98.8 基于好多2.0的0.98.8版本 那我比如说啊 我们再看看我们这个PPT啊 我们的管理命令啊 比如说 我要把这个啊 负贷均衡器关掉 那是这个命令就很简单 对吧 true or false啊 true表示启用 false表示不启用 那不启用呢 表示你这个 他就不会不能实现自动负载均衡了 啊 那这个命令假定我们仍然不会用 那我们再去敲 help 我们可以看到他里面这个啊 balance啊 switch啊 这个开关 我们敲这个命令 哎 他会给你提示 你是true or false啊 那我们去敲啊 出 表示我这个是启用的 那么他给你返回了 这个时候你就把这个自动负载均衡啊 给启动起来了 那如果说你要去啊 手动刷新一次负载均衡怎么怎么执行呢 啊 就这么敲一个命令就可以了 啊 敲不乱闪就可以了 我们看这个啊 敲这个就可以了 那他这后台就会自动去做这个负载均衡了 那么这个命令呢 很多管理命令啊 大家这都在这里啊 都在这管理命令里面 啊 包括后面指什么 这个 press 什么刷新 是吧 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啊 这是这个合并 是吧 这是这个拆分啊 等等 这些呢 啊 大家都可以 去这个 敲美元命令去看 去他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包括我们后面这个啊 全线的控制这块等等 那这个呢 我们只是带大家去做入门 因为这个本身需要命令并不难 大家可以 根据这里面每个命令啊 你可以去自己去摸索 熟悉一下 他这个命令并不难 难道是大家要去 自己思考啊 自己去想 那么在最后呢 我要讲出一个版本的一个概念啊 这个版本呢 这个如果大家要去 大家不去理解的话 会很会很困难 我们给大家做个演示 我们会看到 这个version是3 这表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 这个并不说 这个表的版本号是3 那不要这么理解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表 啊 啊 我们再来做个测试啊 put table01 rogo01 啊 列足是f age列啊 指是什么呢 啊 30啊 好 这个时候你再去敲scape 这个命令看一下 好 这个是变成30了 对不对 那么我这个时候我再去敲同样命令 我改成 31 这是这是我们再来使根一下看看它 变成31 哎 它变成31 这个时候啊 我再敲这个命令 我在后面去带上一个什么 带上一个 rusions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我敲这样的命令 大家看到这么会这样一个奇怪的一个结果出来 结果出来 结果出来了 他会把我们之前这个数据啊 看没有 刚开始是麦子 是不是 我们敲第一遍的时候是个麦子是吧 然后呢 是一个30变成31啊 这就是个版本的意思 它会自动保存 你设定这个版本的数据 可以追溯到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 那么比如说啊 我们再去敲一个 敲一个32 我们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啊 我们再来去敲这个 看到没有 30啊 已经这个麦子已经看不到了 它变成303132 那有些人说哎 你就显示三个版本呀 对吧 那你你后面编四个版本可能就麦子出现了 那我们再来把这个查询条件 这个值给放大 放大了十个 我们看一下 啊 它也没有了啊 它自动会把 这个超过这个版本数量的这个值啊 给覆盖掉 默认取最新的一个版本数据啊 最新的版本数据 它排序呢是以这个时间戳倒许去排 那么你如果说你不做任何设置 它们它自动去取最新版本这条记录啊 好 那么我们整个希尔的命令呢 哎 讲到这里 在最后啊 有个小的一个技巧啊 比如说因为这个HPS希尔环境啊 它比较特别 比如说这时候你敲出了一个字母 对吧 你敲了敲成一个字母啊 啊 表示敲 create 敲个字母 这个时候 我们一般做法是删除 对不对 那删除怎么删 你是不是敲 这个回这个空格 回退键 backspace啊 是吧 你看了没有 是敲不掉的啊 是删不掉的 怎么删它呢 你按住contr键 加这个删除键啊 才可以的啊 这对小技巧 如果大家去敲这个HPS希尔命令的时候 很多时候 敲出一个命令过不了怎么办啊 这点大家就要就要您就要记一下 你如果敲出过后 按住contr键加回车加这个后退键啊 就把这个命令给删掉啊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这个课程就到这里啊 呃希望大家呢 课后呢 能够把整个一个希尔命令啊 特别是啊 特别是这里面的啊 这个里面的这个 这个里面的这些命令啊 包括创建表啊 这里面的这些命令啊 这两个命令啊 大家一定要熟记 你一定要熟记啊 如果说你万一记不得了 那么你这个命令啊 你一定要记得help 你如果说你这个命令也记不得啊 也没有关系啊 我们推出来给你看一下 如果说你的help都记不得了 也没有关系 那那你不要把你的眼睛啊 看清楚一点啊 看清楚一点 我们肯看到提示的啊 看清楚一点这里啊 看清楚这里 help 只要记得这个命令 就可以帮助你来完成整个 整个希尔命令那个操作 好的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